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验 小的时候能放学了 在楼道里隔着老远 就闻到邻居家的饭菜香 而且还能知道 他们家今天吃的什么菜 但是今天 这妈妈花了心思烧了一盘红烧肉 都是没有什么肉的香味 菜场里 这芹菜菠菜韭菜 一把把的看着是肥美鲜嫩 但是炒出来 什么韭菜芹菜大白菜 一概没有小时候 你吃过的他们特有的味道 是不是 再一个呢 大家应该都吃过方便面吧 这电视广告里明显在那 哎呦我的天 那就能个激动的 说的人直流口水 什么红烧排骨 酱香牛肉 老痰酸菜 小鸡蘑菇 这一包佐料撒下去 开水一泡 就好像真的有牛肉 有排骨 有小鸡炖蘑菇一样 还有啊 我们现在常喝的 各种水果味的饮料 你以为里面真的加了新鲜果汁啊 还有什么各种火锅食材 鱼蛋啊 蟹柳啊 火腿肠鸡块 其实很多里面啊 大部分都是 面粉 没有什么有营养的东西 可是呢 这些垃圾食品 怎么味道就这么好 让我们管不住嘴呢 这明知道里面 没有果汁 没有蟹肉 没有火腿 所以还是吃个不停呢 其实啊 这个问题就出现在 合成香料上 随着化工产业 还有食品科技的发展啊 人们已经能够用化学合成物 调配出各种味道了 甚至能够以假乱真 而这些合成香料 很多时候对我们的健康 并没有好处 那么今天 我要给大家带来的这本书 今天的东西 为啥不好吃 将为您揭秘 人工合成的香料 是怎么欺骗我们的味觉 让我们误把垃圾食品 当作是好东西吃 还有一个惊人的真相是 肥胖症越来越流行 其实这跟各种各样的 合成香料 都脱不了干系 那么听完这本书呢 你至少会明白 以下几个问题 为什么说我们是用鼻子 去品尝食物的呢 为什么橙汁和动物肝脏 当早餐再自然不过了呢 为什么调味剂 能让垃圾食品吃起来 很健康呢 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你在外面碰见老朋友 然后你兴奋的对人家说 今天看起来气色真好 孩子几个月了 什么时候生 然而最后知道真相的你 是眼泪都掉下来了 你朋友哪是怀孕了 只是肚子上 多长了几斤肉罢了 在1961年 同样的情境 就发生在一个叫 珍妮德琪的女人身上 而这个人最终是改变了 几百万人的命运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还得从美国的肥胖问题说起 自从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啊 美国的胖子是越来越多 以前呢 只有0.9%的人口 有严重的肥胖问题 而现在这个比例 已经飙升到了6.4% 更可怕的是啊 从临床意义上来说 69%的美国人都算得上是超重或者是肥胖 您看看这个比例真是够大了 那从1989年到2012年呢 美国为了推广饮食改善计划和产品 投入了不下几百万亿美元 其中的一个项目啊 就是由 尼德奇开展的叫结识者联盟 他呢 希望通过让超重的人加入互动小组 来相互支持和监督 达到减肥的目的 尽管类似这种受人欢迎的项目 在这20多年里都有 但是肥胖率却还是翻了一倍 胖了好不好看 咱们暂且不说啊 因为毕竟每个人的审美是不一样的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肥胖会增加很多疾病的风险 比如说哮喘 心脏病 高血压 糖尿病和关节炎等等等等 而在这个追求瘦的社会 不少人 尤其是女性 会因为体型问题 失去不少工作和生活上的机会 那我们不禁要问了 过去这50年 究竟是发生了什么 才让控制体重 成了这么大的难题呢 在超市里啊 现在随便拿起一样东西 比如说面包 一看那个配料表 就会发现啊 这里面的成分有十几 二十几种啊 我们可能会想 哎 这面包不就是水 面粉 酵母 黄油 还有盐吗 其他那些论七八糟 又看不懂的成分都是什么呀 其实食品添加剂呀 是越来越多了 都是因为近些年食品工业的科技进步 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来说啊 用气体色谱分析技术 就可以把某种特定的味道分子 从物质或者食物中分离出来 然后呢把它分析复制下来 再添加到其他的食品当中去 水果糖大家都吃过吧 什么草莓味的啊 香橙味的啊 菠萝味的还有西瓜味的 你以为这些糖里真的加了果汁吗 当然没有 只是因为呢 它里面加了水果味的合成香料 由于化学工业不断的发展 现在在实验室里啊 就能够模拟出天然的味道 而这些化学配方呢 也是顶级的商业机密 比如说麦考密克公司的香草精 它呢是用30种合成物调和而成的 味道比得上真正的香草 价格呢又实惠 于是就成了消费者的首选 在过去30年里 合成香料的发展可以说是突飞猛进 我们刚才说过 现在东西的味道和口感都是大不如前了 那怎么办呢 只能靠各种调料来让它们更有味道了 就拿鸡块来说吧 先要把鸡肉打碎 混上水还有各种增味剂 最后再做成鸡块 所以说就算再难吃的鸡肉 加上了这些调料 都会让人爱不适口的 其实很多所谓的快餐店 根本不是在烹饪食物 而是呢 把已经加工好的东西拆包 加热再组装一下 就大功告成了 而他们用的食材大都来自工厂 里面啊 早就加了各种人工调料了 你有没有过突然很想吃某种东西的时候呢 比如说特别想吃新鲜的水果 牛肉啊什么的 这种事话可能就是身体在告诉你 你需要某种营养物质了 那身体是怎么知道 你缺什么呢 秘密就在于我们强大的味觉 说到味觉呢 你可能首先会想到嘴和舌头 但事实上啊 我们在尝味道的时候 鼻子才是主角 在咀嚼和吞咽的时候呢 食物散发出来的气味 会通过喉咙进入鼻腔 触发所谓的鼻后嗅觉 舌头在品尝味道的时候呢 当然是功不可没的 但是它只能感受到一些基本的味道 比如说甜 咸 酸 而咱们鼻腔里的嗅觉感受器啊 却灵敏的多的多 可以探测和区分上万亿种不同的味道 有了这个神奇的装备啊 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 身体就能够挑出那些跟营养有关的味道 再反馈到大脑里 记录在案 方便我们以后寻找跟味道对应的 有营养的食物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 儿科医生呢 就做过这样一个试验 让十五个刚刚断奶的婴儿 从三十四种不同的天然食物中任意的选 你可能已经猜到了 他们选了一些奇怪的组合 比如说呢 橙汁配动物肝脏来当早餐 但是结果证明啊 他们呢 是根据身体需要才做出这样的选择的 这些食物里呢 有能够让他们长身体的营养物质 所以说啊 味觉让他们成了自己的营养专家 那么既然我们的身体如此的神通广大 有这样一个强大的味觉系统 让我们保持健康 那为什么我们还是会去吃垃圾食品呢 这药怪啊 就得怪这些合成香料 他们呢 会让我们误以为自己在吃有营养的东西 就拿葡萄味的汽水来说吧 它里面啊 其实一点葡萄的成分都没有 全是玉米糖浆和梨子汁对出来的 这就是俗话说的挂羊头卖狗肉 把这葡萄味的合成香料跟添加剂加在一起 就把我们的味觉系统耍得是团团转 我们天真的以为喝的就是葡萄里的营养成分 事实上啊 只不过是精致的碳水化合物和糖啊 另外呢 为了补充食物里缺乏的营养成分 人们发明了强化食品 这让我们的身体就更加摸不着头脑了 一般情况下呢 如果只吃碳水化合物和糖 比如说速冻披萨和苏打水 那么身体呢 可能一个星期就吃不消了 如果太久吃不到新鲜的蔬菜和水果 人就会得上坏血病 这个时候啊 身体就会本能的想要摄入我们需要的微量营养素 刚才说的是正常情况 但是现代食品工业呀 已经开发出了各种各样的强化食品 比如营养强化面粉 还有维生素饮料等等 这下可好了 原本在健康食品里才有的微量营养素 被人为的加到了各种食品 甚至是垃圾食品里 结果呢 这吃着这些强化的食品 再来点营养补充剂 就能够成功的猛混过关了 而我们的身体就本能的罢工不干了 所以人们可以抱着垃圾食品是大吃特吃 于是呢 肥胖问题就在我们不知不觉中 越来越严重 听到这儿 大家应该知道 合成香料是怎么欺骗我们的味觉了吧 它让我们分不清楚 什么是健康食物 什么是垃圾食品了 如果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天然食物 身体就会本能的选出 我们需要的食物 但是呢 如果给你一个蓝莓味的甜甜圈 身体就会理所当然的以为 你吃的就是新鲜的蓝莓 结果呢 人们不仅是越长越胖 糖尿病啊 关节炎 心脏病等等疾病 也会趁虚而入 那我们怎么才能擦亮眼睛 让身体吃到真正有营养的食物呢 其实很简单 要选择天然的食物 远离人工合成香料 下次啊 咱们再去超市的时候 就找一找那些口感最好的天然食物 比如甜香多吃的桃子 还有新鲜的橄榄油等等 对于带包装的食品呢 咱们就要擦亮眼睛 仔细的看看配料表 那些还有所谓天然调味剂 合成调味剂 味精糖精甜味剂的 咱们就果断的避而远吃吧 好了 今天这本今天的东西 为啥不好吃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希望以后大家能够吃的更明智 更健康 我们下次再见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